我只想知道 刘军福不辞而别 真是再次反水作乱了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不是再次反水作乱 还会是什么呢 张大人 您也这么认为吗 余大人 刘军福带着家眷 连夜上了东山 您认为这还有其他的因由吗 来 余大人 余大人 你可算回来了你 这是要干什么 张大人和曲大人 正准备带着项勇上东山 去追剿刘军福 来 绕一下 来 余大人 余大人 二位大人是要上东山 追剿刘军福 正是如此 余大人意下如何呀 曲大人 我只想知道 刘军福不辞而别 真是再次反水作乱了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不是再次反水作乱 还会是什么呢 张大人 您也这么认为吗 余大人 刘军福带着家眷 连夜上了东山 您认为这还有其他的因由吗 在没有搞清楚真实情况之前 我们不可匆忙地下策结论 更不能贸然带湘勇前去追剿 余大人 你此番前去黄州 一定是受到了康秦王 和府台大人的褒奖吧 可你要明白 这刘军福一跑 你所有的功劳 可就荡然无存了 徐大人 此言差矣 如果我俞成龙只是图一己虚荣 我就不会以一介不一的身份 前来麻成剿匪 看来 看来 我今天是要行使一下 我这个湖广悬浮室的权力 黄州通知张三吉 麻成支县去阵节听令 下官在 下官在 在没有掌握刘军福 离开麻成的真实意图之前 任何人不得下令 上东山追降 围者搁杀无论 盟主 盟主 刚刚打探到东山最新的消息 讲 今夜 黄金龙和何时熔辉一起去 齐荒四十八寨 乘镇帮报红宫 陈归为李公报的陈寨 到时候 豹子灵可以说是群龙无首 传过的令 今晚兵分两路 将豹子灵进发 是 刘盟主 你怎么回来了 对 我回来了 这 虞大人 你这三更半夜的跑来 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马上派人召集湘勇 您的意思是要 等到天亮了 如果刘军福自己还不回来 你就带着湘勇山东山豹子里 把他给我剿灭 你是让我去东山剿灭刘军福 对 但是要等到天亮以后才可行动 可为什么 一定要等到天亮之后呢 仔细查找 物归原住 是 快 原来 原来 于大人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徐大人 务必在天亮之前 把所有的湘勇 全部召集到县衙里来 于大人 只要能够剿灭刘军福 本县是绝不含糊 您就放心吧 我相信徐大人有这个能的 这里里外外的翻了三四遍 连根毛都没找着 哪有什么伪诈呀 你们俩找仔细了吧 那可不 全找了 二张家 什么都没找到啊 哪个告诉你说 咱们刘盟主的伪诈 在何世龙的房子里 这还有哪个告诉妈 傻子都能想清楚 咱们能复赛呢 黄金龙 徐大人 天亮了 还没大亮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驾 和大人 王队主 跟上 跟上 王君士 事情谈得怎么样 已经商议脱当 我敢向你保证 刘军福手里没有伪扎的话 在于成龙那里逮捕长绣 那些当官的不会信任他 黄军师 我看出来了 就凭你这一招 他刘军福就得乖乖地带着人马 再回咱们豹子岭 刘军福他投靠官府是真 回豹子岭是假 他手里如果有伟扎的话 绝不会再回豹子岭 伟扎 你说刘军福会不会 前回豹子岭找他的伟扎呢 刘军福他不是等闲之辈 他一定会前回豹子岭 弄到伟扎 不然他不会罢休 那咱们就得速速赶回豹子岭了 走 驾 同乡泳天令 是 迅速向东山出发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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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阵主 左阵主 抢完刘军福前回豹子岭 一支游说仲家兄弟 随他归顺官府 这么说 刘军福此刻还在豹子岭 在 我不出我所料 赶快回豹子岭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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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主 禀盟主 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 没找到 如此看来 活是容黄金龙 是想 宣伤 宣我刘军福于绝境啊 驾 驾 驾 弟兄们 一定要加快速度 千万别让刘军福跑了 驾 驾 军福先知 刚才您的一番话 确实有道理 所以大家 才没有跟着邹寨主一起走嘛 不过 这也并不说明 大伙心里对官府的诚意 就没有一点怀疑呀 老宅主 您的担心不过道理 所以 先知 不交出卫察 官府 是不会相信你真心归顺的 我也没有说错吧 也没错 那好 你回包子岭来 没有找到 吴三贵给你的伪扎 你又该当如何呢 到宅中 君父还能如何 只不过是我没有想到 何时容黄金龙会利用伪扎 来逼迫我 报 报 报 林盟主 不好了 何时容黄金龙他们 带着人把杀回来了 现在已经到豹子岭山下了 在他 是 盟主 下决断吧 我们到底是留在山上还是下山 去吧 于大人 于大人 我刚才看到何时容的人 已经聚集到包子岭的山下了 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剿面 你下令宫山吧 看来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这情况对我们有利 再等等 报 梁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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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容快到寨门了 我们的人恐怕现在 已经和他们打起来了 再探 是 盟主 您赶紧打个主意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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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军师 你看 柳军府还能有多少人啊 吴医生的人为数不多啊 君父贤侄 对不起了 看来我的人 不会跟你走了 我们得留在山上 至于你嘛 老朽 还想最后再奉劝你一句 你貌似而来 也没有去到 官府所想收缴的伪扎 你如果这样空着手回去 无论是官府 还是于成龙 他们能一心一意对你吗 依我看 你现在这样回去 恐怕凶多吉少啊 王主 于大人 我们都等两个时辰了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报 报 何寨主 我在山下 发现了于成龙的香勇 再去探 是 何寨主 看来这个于成龙 他是在座山关虎斗吧 黄军师 我们怎么办 就我们两个寨子的兄弟 可能打不过于成龙 那些香勇啊 我们要赶紧见到柳军府 不能让他在下山 去投靠于成龙了 可我们要是被于成龙围困 怎么办 于成龙是要围困谁啊 我这回让他有来无回 对 有来无回 原来是各位寨主 侯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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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寨主无需担心 此番我们齐皇四十八的 全部人马 都已赶到你们豹子里 我来了 这回于成龙 定是我们囊中之物 各位寨主 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这样 你们的兵马 从背后攻击于成龙 我先抓了刘军府 再从山顶向山下 攻击于成龙 你我 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于成龙必败无疑 这回我们全部人马 都倾和战中指挥 对 都倾和战中指挥 报 大事不好了 是 侯主 秦皇四十八寨的债主们 已经杀回来了 秦皇四十八寨的人也来了 是 君府 留下吧 没有围炸下山 那就是自寻死路 贤之 散思啊 已经日上三干了 于大人 下令攻山吧 这刘军府不会再回来了 你还是下令攻山吧 于大人 传令 阳宫 好好 阳宫 阳宫也是宫 出发 阳宫 出大事了 盟主 于成龙带着大普队人马 已经把咱们暴死灵 给包围了 什么 于成龙要上山来了